好 回到我们台湾棍团 继续带大家还是来关注 关于那么自由时报的造假新闻事件 栽章来到了中天新闻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礼拜天的一个报道 现在都不愿意做相关的认错跟道歉的动作 所以刚刚邱委员邱老师有说到 这就是中天自由时报习惯的一个惯性 所以您之前曾说 这就是一个新闻界的脚尾犯事件 但任凭大家怎么样的一个批评 怎么样的要求来做更正 厚脸皮就有用 当然啦 人家说一个人只要脸皮够厚 心肠够黑 他干什么都可以 反正自由时报 他的创办人就是一个草地皮 就是一个搞海沙屋 就是搞汇血的人 他办的报纸 那其实民众给他的标准也很低 那所以他干什么都可以 他像刚才可以把 把一张照片里面 可以把联合报的发行人王孝兰的图片给抹掉 那如果是别的媒体干这样的事情 说实话早就关门大吉了 那自由时报照办不误啊 那民众也不care 尤其在南部 那自由时报几乎是人手一份 自由时报说个谎 放个屁 那都是香的 那就是被宠成这个样子吧 所以今天他看中时报戏不顺眼 他看中天不顺眼 他要把你弄成一个中天再播 这个把我是歌手都全程转播 他觉得又说不可以呢 我本来就可以抹黑你啊 我本来我自由时报就可以抹黑你 我抹黑你有什么样呢 我不必道歉我有什么样呢 所以台湾民众啊 你不要再被自由时报给侮辱了 他会一而再再而再这么玩你 玩到最后人家说台湾的新闻自由是假的 台湾的媒体公正是假的 台湾的民主政治也是假的 谁造成的 就自由时报造成的 如果台湾民众继续纵容自由时报 这么搞下去的话 最后所造成的台湾民主自由的成就 被自由时报一个报给毁掉 台湾民众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讲到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但为什么自由时报所写的 这样的一个这么多错误的造假的栽赃的内容 但是它的月报率还是最高 刚秋雨老师又特别点到 在南部地区大家人手一爆 自由时报不要这么低估台湾人的智慧 虽然整体事件发展到现在 似乎它还是朝这个方向在做 也包括我们的民进党主义苏贞昌 也是在低估大家智慧 说整体事件叫做入倒又入脑 这待会我们要好好来谈 但是如果看到一个报纸 是这么样的一个糟糕的表现 出版法政府没有相关的法令 立即可以来做规范的情况之下 他们有NCC可以叫他来做一些说明 或是要做惩处 好 除了告他以外 别无他法吗 民间总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机构 跟单位是中立的一个机关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就是 台湾记者协会 最近这两年记写也是相当之红 因为很多相关的新闻事件 它都都站出来了 好 那么在站出来的情况之下 到底他做是不是正如他的记者协会 成立的一个终止一样 公正客观 要维护这个新闻专业 要让这个新闻工作人员 有个独立自主的工作环境 我们带你看看 现任的会长叫做陈晓宜 现在进行第十二届了 现任会长叫做陈晓宜 然后我们来看到 现在是自由时报的战术委员 战术委员表示 他在自由时报里头工作 于是乎自由时报整体的造假事件 我们带你来看到 他说的话完全的不公正 也不客观了吗 我们来看看 在今天最新的回应在这里 我们带你来关注到 到底这个造假新闻 自由时报怎么办 那么这个陈晓宜 记写你要怎么看 他说只是刚好写在同一条新闻里头 其实没有那么样的严重 因为看起来没有恶意到造假的程度 好原来台湾的新闻表现 有没有造假 有没有什么的话 记者协会 你可以由会长自由的新政来承认 来认为他到底 有没有到达造假的程度 那么在昨天的询问过程当中 更是完全的文不对题 我们记者不断的问说 这个造假的新闻到底怎么一回事 记写要怎么样发表看法 但是陈晓宜不断告诉你 不是记者写的 是长官改稿的这件事情 其实那天也有问我 点点点到说 我就一直问说 问我们的记者说 到底是怎么一个播出的方式 他不断强调播出的一个方式 但是完全没有问到 回答我们说 到底这个记者 我们所谓的造假新闻 你要怎么来做回应 自由时报所谓的一个全程转播播出的定义 究竟是什么 不断要我们记者自己来说明 什么叫做全程转播的播出定义 这个问题是不是该去问 自由时报才对 所以看到这里 我要请教施程 记协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还在吗 会长带头对于这个造假的新闻 完全的一个视而不见 还说没有这么严重 这就是记协现在的水准 记协它是一个组织 它不是一个人 能够完全决定的 那我体谅陈嘉宜 因为这涉及事务 我觉得他不应该发言 因为这事情 他自己本身在自由时报 那我 因为记协它是一个组织 你总有底下的人 或是你整个人 就觉得说这个新闻到底处理是不是大 总要出来发这个言 那你本身 你又是自由时报的成员 你又是记协的会长 所以你不适合发这个言 所以你讲说还好 怎么样 这个话都多了 我宁愿你不要讲话 我觉得你不要讲话是对的 但是他还是说了 对那你说这个东西 那我你 国朱 它是代表个人的立场 还是代表记协的态度 那记协的态度可以说 别人造假来污蔑我 这个时候还好吗 而且你想想看 我们不要说处理 我们不要说这个自由时报 对中天这样子 就自由时报在处理这个新闻 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对记者造成了 某种程度的伤害 没错 因为我不是这样写的 你硬要灌在我头上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记者协会是不是要出来捍卫 记者的权益说 本来不是这样下来 到时候要告谁 是告自由时报 是告记者 如果要告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记协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 那如果说这个陈晓宜 如果说他不愿意说话 我觉得记协本身 应该对这个处理方式来说话 我最后要讲 对不起我要讲 我觉得好 国朱我觉得中天有时候很可怜 或是中国时报 你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做的事情 透在我头上 然后我出来解释 然后他说 你看你滥用这个媒体的权力 人家污蔑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说 有时候处理不平等 人家就爱台湾 人家什么事都对了 中天扣个红帽子 做什么事都不对 买这个也不对 做这个也不对 被指控污蔑也不对 那时候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东西 台湾如果名车这样搞下去 没有媒体敢讲真话 大家都搞名车 我觉得沈小鱼 作为记协的会长 是应该自请下台了 因为记协本来就要 维护记者的权益 试问一个记者 我写的稿子 我送到编辑台 被人家把稿子改掉 标题跟我的内容不一样 你对记者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个 专业跟尊严的践踏 与侮辱 你记协不帮这个记者来出头 你反而帮改他稿子的 编辑台的这个报社 来护航 你觉得还有资格 继续做这个会长的位置吗 是不是应该自己请辞下台了呢 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上头 现场请到的资深评论员 周玉寇小姐也说到了 记协其实他不太想管 不太想管记协在讲什么 因为毕竟都是 所谓的周边媒体 边缘媒体所组成的 但重点是呢 如果在整个这一两年 大家关心的相关事件当中 特别在旺中事件 记协也站出来不断的捍卫 所谓的发言 所谓的质疑造假 但是欧老师 那这次自由时报的造假 记协完全就不提 不认为它是那么样的一个严重 刚才这两位来宾已经说到了 这个会长陈晓宜 根本就不适合发言 因为你是在当时的 其中的一个当事人 所以说呢 这个记协到底谁在控制 是陈晓宜是自由时报 那么现在毕竟她还是说话了 完全污蔑整个记协知识 之前成立的宗旨 以及她的公正客观性 好 当初可以强烈的 严厉的来监督 中时报系 那么现在你要不要同样的标准 去监督你的自由时报 同样标准是一定必要的 而且她在回答那两个字 你刚才说了 还好 表示你不直气不壮 如果真的是你直气壮 就不用用还好这两个字 那我相信这个陈会长 他这几天一定不断接到各种电话 压力一定非常大 因为他的发言 会把整个团体拖下水 那所以我想这个记协那边 一定会有相关的来自于新闻同业 或者是新闻系大团系的教授 会给他非常多压力 这件事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另外刚才有一个值得回答问题是说 谁在看自由时报 而且他为什么干这件事 以及这个文章是为什么谁改的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总编辑才有权力改 第二总编辑会自己改 总编辑他哪条金接不对 去标 用台语说标戏头 找事情来干 而且是对不起 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这种低级的时候 总编辑为什么要去做呢 那某种程度上 一定是要有上益的支持嘛 对不对 好那所以有两种要看 第一种就是说 有刻意要求或授权的 相关特定重量级人物 要要求这样做 这样做以后后面才有新闻可以打 这第一 第二中间选民肯定不乐见 因为这种什么还好 或者是全程 这么不间接的用语 中间选民看了以后 都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因为现在新闻是这么的多元 他宁可转去看戏剧台 是吧 好那我们这又不太像戏剧台 要搞得很像戏剧台 那如果这样搞的话 那中间选民一定是全部跑掉 好那另一群人就是 你给他什么就吃什么 好所以我现在提醒自由时报 因为过去所称为三明治 现在已经解散了 只剩你一支独秀 因为另外两个媒体 都已经从善如流了 而且尽可能不要往这方面走了 尽可能再往中间的中性的方面去发展 而且邀请非常多这个甚至蓝赢的来宾 而且讲中性的批评的话 所以如果自由时报 再往这条方向一直向前冲的话 他的阅报率一定会下降 而且最后一定有一群人会反而 拖垮你的报纸 再来你的记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出身 他们一定心不甘情不愿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工作他们不会乐于去做的 好我们当然知道说记者呢 基本的尊严在这里在自由时报遭到的践踏 那么号称中立客观的记协 你要当一个整个这个新闻环境里头 蛮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秩序的维护者 但是这个时刻看到陈小学会长 甘围自由时报的马前卒 今天告诉大家没有这么严重嘛 好记者好好地问你说呢 到底自由时报我们在造假新闻 你怎么做回应 完全一不断地问说 你们全程转播是什么一回事 好而且重点是他说 他根本在当天下午完全没有看 来看到哦 那个中天啊 还有这个东森啊 我根本是没有看 在4月12号晚上 你根本没有看这个新闻的 没有看当天的频道 是怎么呈现所谓那个 我是歌手的转播 你如何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所以请教费委员 我们标榜台湾的新闻自由 谁出办法找就费 其实这是台湾非常值得骄傲 跨出一部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一个门槛 但在这就有像自由时报这样的媒体 完全地游走法律边缘 而在这呢 反正你自有政府部门 没有公布公布门的法令 可以来约束我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像刚刚讲到 大家吃闷亏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接下来呢怎么办 告他有用吗 好 提告之后呢 赖皮或是呢 最后你败诉了 然后呢 伤害已经造成完全没有办法恢复 这个平常讲就是 对公众人物啊 一个很切身之痛 当你有一天新闻被播得很大很大的 可是是假的 隔了几天啊 给你做一个跟着小小的 就一样大好了 大家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有了 然后选举前 然后选举后就完了 那票就没了 真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 我每次都呼吁啊 媒体是属于公共财 真的是有很公正 很客观的去忠实的做一些报导 报导你可以深入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平常讲还是要有客观 还是要有平衡报导 我想不管是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啊 或者任何的媒体啊 我觉得其实新闻 这个跑向的记者 在你念书的时候 其实你老师都是教你 要如何去做好一个 一个媒 一个reporter 一个新闻的报导的人物啊 我想我们可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 我们再继续加强吧 好 学校教育到底 没有一个训练出好的新闻人才啊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呢 这两天也在Facebook 他的脸书上说呢 学校教的跟市场的转进 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他觉得整体事件啊 要来指责单一媒体 这也是不是对的一个处理模式 好 那么欧老师 那我们讲到啊 这个NCC也关注到这个事情了 我们看到只有什么 这么大蝙蝠的假新闻 NCC还是要来关注他 那既然关注到了 也要请相关的媒体去做说明 好 这是一个正常程序该走的路 还是说NCC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想NCC既然作为是超然独立的 一个仲裁单位 那这时候应该是他的所管单位吧 那现在好像有点自由时报 好像可以超然的 这个反过来指导NCC 这样的话呢 就让人家觉得印象不是那么良好 那所以NCC可能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有点这个参残顿悟的感觉 就是说不要那么的 一直急着去回应自由时报 因为比如说他用全程的话 那NCC就应该去界定何谓全程 然后给他一个很清楚的说明说 你的全程的报道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子呢 才不会使整个新闻世界 漫无目的地扩大 也不会让整个事情 像野火一样随便地烧开来 那也就不会使得很多人乱箭中枪 那这个时候我想NCC 它应该更积极地去制定 很多相关的法令 使得这种模糊空间减少 那我想法令因为总是最在后头的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 法令不会在前面 就很聪明的自己先定出来 那这些相关学者 当然也都是基本上 比较相对于属于老实的人 他们又想到说 报纸啊或者是媒体啊 可以有这么多的花样 可以互相的来校正 所以经过这些启示以后 我相信NCC会变得更英明了 那这个这样的英明 不失为一种公民教育 那我期待NCC在未来的这种价值中立的表现 和领袖全伦的表现 可以更超来 而且让这样的不实指控消失顿逆 好 我们当然不希望说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到底是不是做这个假新闻的一个单位 自由时报没事 那么接下来说呢 被自由时报一个指控 全程转播的中天 在这里要做陪葬 全程转播是谁 很确定的就是我们隔壁的友台 是东森新闻 所以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呢 NCC在这里要做相关的一个评议呢 在这里当然呢 中天新闻完全的一个配合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背离事实 广广就带您来看看说 好 这样子这个事件持续的发展下去的过程当中 他到底是不是如刚欧老师所提醒大家呢 他事实在后头是有所谓的阴谋在里头 在这里呢 我们的最大在业党主席苏贞昌的这番 入导入户又入脑 现在引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苏主席越火越回去 待会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